投手部分,今年有两位资深赛洋奖强头要挑战生涯250胜,包括44岁还是一尾活龙的Bartiller Gohan,在10胜就能达到250胜,以及差13胜的洋基佐投杀巴西亚,C.C. Sabathia。 科隆当然是大联盟老当义壮的代表性人物之一,但他今年在勇士双城总计拿到7胜,中段连5级双位数胜头记录,目前要找到另一纸合约,还要在今年进入250胜俱乐部,其实有着相当的难度。 然而科隆只要能找到东家,有一项记录应有机会达成,再三胜就能追平民人唐强头马里肖,Juan Marichal的多名尼加投手最多胜记录,甚至超越这位传奇前辈。 相较之下,37岁的沙胖今年更有机会达成生涯250胜,只要能保持去年14胜5败的回春成绩,去年是沙胖近四季首次达到双位数胜头,花球恢复威力是个好兆头,而且他的合约将在今年底月满,为了下一张合约也必须一拼。 新郎官为兰德,200胜到鼠12胜。 去年终于赢得世界大赛冠军,随即爆的美人归,在美丽的托斯卡尼赢取波神海特阿普顿,Kate Upton,新郎官为兰德,去年风光无限,今年的任务是挑战生涯200胜余2500K,分别只差12胜和84K而已。 这两项记录对于维兰德而言,可说是囊中之物,去年他标出了219K,也别忘记光就例行赛而言,他加盟太空人后,还保持五战全胜的完美记录。 太空人如今换血成功,阵容成熟而又完整,也是维兰德的最佳后盾。 忠实电子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